今天來到北角城市花園 因為有觀眾叫我來看城市花園商場的城市金庫 2013年變成了湯場 湯場後,這十年之間的變化很大 我想它可能是其中一個租戶 當然是怎樣的 現在再看看 好少過來這一邊 通常車外經過或者有時停下來 在便利店買東西 以前有八百通 有十幾座的屋苑 大型屋苑 城市花園商場 它應該有好幾個部分 城市花園商場 那裡有個城市中心在那邊 一到十四座 相當大的屋苑 資料提到 就應該1982年開始入伙 一到三座那邊 以前就是大大公司 大大公司收拾了 四次六座這邊 以前應該有三間酒樓 有美森 有泰湖海鮮城 有新穗華 在五福星電影裡 有一場就是成龍 元彪他們 在城市花園公園拍攝 那時應該還拍到旁邊 即是有些座數還在起 第二期 即是七至十四座 我看這些街坊說 就算是死場 除了那間鯉苑之外 現在鯉苑是很多年了 應該 但其他店舖都很少做得長 街坊說 慢慢就變成了補習社 很多就 先來看看 第七至十四座這一邊 先進去那個城市金庫 大小社區 都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有些 中西衣 按摩推拿美容 這些髮型屋 然後一堆餐廳就足夠了 我覺得屋苑裡面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太多 街坊說這邊是死場 靜點 還有裝修公司 這些商場如果集結了這麼多 這類型的店舖 你很難有人流 但你說這些店舖是不是不需要 但你需要起來的時候 就很需要 上去二樓看看 冷氣多冷 管理費加得很足 元氣治療學會玩氣功 家裡確是有點安靜 但屋苑很多都是這樣的 然後有些補習社 有些學院 國際象棋 當然肯定是 硬一點才開 今天平日 音樂中心 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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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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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鷹鷹�鷹� 當然每個街坊需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些街坊說我沒有小朋友 你這裡那麼多補咒社有什麼用 我要的不是這些 一個屋苑有八樣人 也有些民生、街坊需要的東西 不可能全部都是... 40多年的屋苑 哇,這設計很古舊 這邊有另一期 有另一期城市花園的商場 這邊看到有些剪髮袍 有些是車口市場 有些是服裝 甚至乎是可能是給外用的 有其他族裔的 很正常,因為屋苑那麼大 一定有很多工人 請到工人,證明工人多的時候就有什麼需要 這邊的裝修好像感覺上再舊一點 地板、天花板 比那邊、利圓那邊再舊一點 這邊真的有很多教育中心 學畫畫的 應該是做了一條市渠吧? 通檸渠,已經爆了渠了 不要搞了 放學時間,這裏都是超多學生的 過了尼寶、托兒 平心而論 這邊分配得很清晰 這邊有教育、藝術 集中在一起 這邊集中地產店 這麼大屋苑 一定有很多買賣、租務 好幾間都是地產店 改衣服、服飾、改衣、剪裁 厲害 民生要有的東西都有 連遮掩器也有 它又不是整個遮掩場 只是有部份集結了不同類型 少數族裔的店舖 但其他術生會擁有的東西都有 除了他們樓下的城市花園商場之外 我剛才說了 還有一個城市中心 在前面都是城市花園下面 這個中心應該還要再大一點 在這裏中還有大快活 餐廳、店舖 當然我也有一段時間沒來 一、兩年沒來 要看看有什麼變化 而戲院的部分 王都戲院的部分 就會保留 就會活化 之前都跟大家跟進過 這個之後再交代有機會 北角時多 這檔 我記得一次 我在王都戲院拍攝 就是有一條線忘記了買 就在這間店舖買 忘記帶了一條充電線 城市金庫 超過300間智潮商店 在城市金庫 怎樣下去呢 一進到城市中心的扶手電梯 這條直落就是城市金庫 我們在下面看看 城市金庫 其實就是城市中心的地庫 我看到的報道 就說13年的時候 藝人麥俊龍的老爸 就買了這裏 湯了就300間店舖 嘩 又有黃泡要朝租 嘩 烏燈黑火的樣子 這裏 搭建了什麼店舖 有些中醫的 在小店舖買小食物 花、花束、吉舖 學習的中心是教什麼的呢 不少店舖學什麼呢 是朝租的 這邊有一間就像是賣一些便宜的衣服 都很多人圍在一起看 這裏可能是星期六日或是晚上才開門 可能是日休、下午的時間都未必開 也有可能他們本身自己做網上生意 網上生意其實有一個店舖的店舖就OK 蘇先生 他騙人啊 這個 租客經營的業務之客戶投訴受騙 哦 難怪的啦 懶惰這尾啊 這尾很危險 當然是潛水 神經病 嗯 嗯 直接業主租 可以找孔太租 我看網上的成交或紀錄 大概100呎左右的店舖 90多、100呎的店舖 租近$2,800到$3,000 價錢就... 真的三、四十萬一間 之前比起他買的時候 二、三百萬一間 兩百多萬一間已經跌了很多 我覺得跟他幾點來都不是太大關係 我們終於來做倉 雖然可能很久沒回來 拿信 立即加些雜物 兩千多元租倉 工程公司 都應該搬走了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一站式理財 應用程式 Grenny 還有一個好處 上次我還沒跟大家說 這個好處就是他的稅用卡提醒還款功能 現在的稅用卡優惠越來越多 一時又儲理數 一時又說儲什麼現金回贈 很多朋友都開幾張稅用卡在旁邊 有時燒起費上來 真的忘記了哪張卡 太多稅用卡到期日 搞搞下連卡數都忘記了 跟手又要罰月期還款金 想起都麻煩 Grenny 就可以幫你自動追蹤每張稅用卡的消費 以WhatsApp提醒你交卡數 到期時就會有通知 通知你是時候交卡數 有10張8張卡在身上 都不怕忘記交 Grenny 還會幫你做 稅用卡記帳分類消費類型 App 還會提供清晰圖形顯示 讓你可以清楚了解自己每個月的支出情況 有效看到自己的消費習慣 更是有效可以追蹤自己每個月的財務狀況 圖表還可以逐個月進行比較 確保你能夠追蹤支出的狀況 例如今個月有沒有洗凸了 超了G 新改版的版面 這些圖形顯示 通通都可以令你更容易掌握財務狀況 現時 Grenny 採用的政府級別AES-256安全加密技術 會將重要的資訊加密 以及儲存在Google雲端服務資料庫 以及Amazon 給予用家一個安心的保障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到影片介紹欄的連結 下載Grenny的手機應用程式 管理財務 達成目標 另一邊 嘩 店鋪都刺激了 所以我下午時分 2點、3點 還是晚上7、8點 分別都不算太大 嘩 這邊再走過去 有2盒租 可以聯絡他 嘩 這邊是搞什麼 這邊有點恐怖 只剩下這麼緊要 實際上應該是超過300間店鋪 我記得的號碼是330多 但無論是330多也好 都不太影響出來的情況 左邊已經沒有店鋪 有些垃圾桿一樣的雜物堆在這裏 你走一走 看到很多管理署的宣傳單張 不是 告示才對 有很多物品暫存在走廊 阻塞通道 違反消防條例 任他放的 大家都是這樣放的 然後寫一張紙 不要動 暫存 暫放 就放了 最旺都是扶手電梯下來的 最近扶手電梯的 這堆 當然也有間鋪 最近扶手電梯 最多鋪都開的 通常有這個問題 是會比較難處理的 尤其是 越來越多用來擺東西做倉的店鋪出現的話 喜歡擺東西就很少回來 所以令到那個店鋪 可能平時都不會開 沒什麼人氣 所以整個感覺就會有這個問題 但你說是不是 很多吉店鋪其實都有 但我覺得不是真的很多 只是很多都是用來做倉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開門 沒有燈火 沒有燈光的時候 看上去就好像 好像有沒有店鋪 吉店鋪真的不是那麼多 我覺得 當然一定有 如果你要改變這件事 可能真的是 業主收回一些吉店鋪 再重新整合 再規劃場 將一些有名氣的店鋪 或者食肆餐廳 再租進去 將人流帶到下面 才有機會令到那個情況改變 今集行完城市花園商場 和城市金庫 我覺得我自己都沒來過 下來看看的時候 都可以有眼界 那就好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我會不會喝點 我會不會喝點 我們會不會喝點 再見 好 再次 brain 人在 酒 酒 酒